现在估计也是在观察看排队 另外的话 XCG和DT 是遭遇还是打车队啊 这个时候得帮忙看看下面啊 你可以看到过点已经来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点能击倒的效率 感觉不是很高啊 主要是要爆 要爆 天路现在也是放飞自我 分数完全基本上差不多了 一颗雷 很准 高打低 南南 南南怎么去打成一个一号位的位置 连续的破点 而且南南上这个房顶就真的祭司没有办法吗 还是说没有看到啊 我感觉有可能是因为timing的关系啊 对 我感觉这个房顶祭司是完全能打到全身位的 而且他完全能看到 就很尴尬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边就是新人面对老人的进攻是完全没办法 嗯 萨萨跟人打了RBS两个 是的 米奇面包屋这边是两边选的直接O-in了 以鼻子啊 过点有人想过来直接被萨萨逮住 是的 就是最后一个了就剩张哲了 是的 不过天路这里也是好像被揪揪又打掉一些人 嗯 XLG想抽吧 嗯 没卸过去 抽到一半血 结束了 小路 小路踩的点还是比较开 单人似他在 这是穿了吗 穿了穿了 穿了萨萨 哎 这个信息是不吃信息直接撞吗 一个人来 这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呀 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羊入虎口 直接送了一个过来 嗯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火路了 我就怎么说也得稍微吃点信息吧 可能 确实没有太看到什么的 DT绕过来 倒到了 比较靠中心的位置 因为圈的话就确定是一个北圈嘛 就大家都动起来了 马哈马卡抽点的位置啊 正好被原点的12月 压力也不是很大 你像这种在原点 就是初期的时候 ACG跟Pero还是真的是很舒服的 嗯 旁边队伍也不是很多对吧 点位也很不错 嗯 嗯 DT被抽下来一个 他等于是二次起步 他应该是停下来 稍微调整了一下 之后再起步 再起步 那没人了呀 就剩最后一个了 是的 X后续三场当中连续的爆发 是 又回去了 哎呦 你这房顶敢上呢 嗯 DT因为在这个点太低了 而且侧翼有 可能G4不会出事 反而是DT跟 从今天开始第一场开那么久 我就发现你有毒了 震震中心 合一手 Pero也同样的 稍微的把自己的兵力稍微集结一下 但是Pero是选择三层楼 他毒防是不要的 天路 天路人不是很多 这把两个人 哦 还有人反向开车 DT在反向开车 跟WCG 你想绕吗 撞到一起了 SMOTCZ跟5TG连续放倒 DT 他是往北边开 然后 把那个要 跟那个要进圈的WCG给碰到一起 是的 因为北边在二圈的时候 就 就是一刷二的时候 让所有队伍都在往北边靠 结果三圈一刷 大家都不在圈了 这就很尴尬 而且这个圈型能够忙扎的点 也不是很多 是 你在北边你也吃不到南边 那一天 毒防有信息对吧 是 17碰到了这个 比他们更快一步到圈边的 就是TY 嗯 是的 2圈其实 1圈其实有点堵 对 队友倒了 哦 被 这里是血量太低 直接流血流掉了 MuHB在北边 持续的推进 现在 小路要率先吃蓝圈 但是过点跳了一下 MuHB被特别找到机会了 今天的特别 其实装得还不错的 嗯 今天特别特别的强 哈哈 好再来一颗 小雷并没有可怕的效果 但是过点的时候 对方人太多了 侧翼的枪线是没有给特别任何机会 是的 刚刚这个跑位其实是个机会 但是 HP的分数 哎哎 稳一点好不好 有点小马 又是牛马兄弟碰到一起了 换神是放到了匆匆 哦 现在还剩萨萨一个人 不行 兄弟还是要救一下 但是蓝圈来了呀 蓝圈一旦合避的话 就是四圈的蓝圈伤害顶不住的 嗯 其中还在拿分 圈子拿过来 先瓜分一下换神的分数 的话 牛HB也是知道自己被三方给夹住了 有XLG SMC 以及天鹿 对 他处在个中心点的位置啊 这也太难了 嗯 哦 DDT去偷家了 DDT趁这个机会直接去偷了 SMS的家 捞 SMS有人看屁股的 只有一个人考虑一滴血 半血半血 这血量不是很多啊 没事 只要冒血就是一丝 没延期 楠楠 嗯 只剩周平年 太惨了 山上 赶紧回来帮忙 75 开枪开的自己都没时间打药了 只剩61 近年一个人 一打二 有钱没有给任何机会 是的 天鹿溜了 不在蓝圈里面去打 这不还挺理智的 应该是把人扶起来 开两枪之后应该就跑了 是的 确实这个人太多了 没错 但SMS 为了圈这波架 这个人员损失也很惨重 天鹿现在 再拉回来 但是这个 这个泡不好停 他要去往下坡走吗 那下坡有两个人 去的话其实二 怎么怎么都不理他呢 刚才SMS和这个 Candy 都不 都不理天鹿 直直的就往里 哎 那是车被卸了 悬子就很尴尬了 原地一趴 只剩考虞一个人 往圈内去冲了 三巴原点是放到了悬子 想拿分 是的 拿悬子的分 拿不到 那个位置 也不好呆 那是找到一个北边厕所 嗯 再北开一点 找掩体 我悬子是有要的 五个包 但是原地三巴出枪 把萨萨击倒 现在 呃 GFY是整体靠三巴一个人 在东侧压制 两名 两支队伍 让手里枪头 匆匆一滴血 能进去吗 有点难了 我觉得SKS用的是真的特别好 是的 好 另外一边TMA 开始贴GFY的附近 是的 听到车身之后 GFY也是马上调转枪 他就是不漏 除非说你激活把这个车给打炸 就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不会太暴露 是的 考虞这个位置必须要拔了 不然他都会捕被受敌 没问题 很快 在处理完之后 GFY没有导人 所以说TMA也找不到什么比较好的机会 又也来了吧 他听到鸭皮的声音了 但是鸭皮这个点很尴尬 不是 拉枪现在这个点是在个蓝白之间啊 倒了没法救啊 风险性太高了 就是你不如在底波四个人会稍微安全一点 FY他抽你抽的就很难受 嗯 速球小跑位 躲雷 但是血量太残了 排手要压了 谁说上车 这就是你高年想踩下来还是会吃到远简枪线的 你不能不玩啊 实际在车上当木头人 我笑死了 这个是真没办法 屁股后面顶上有人 嗯 我冷静一下 你不能不把加油站的队伍不当人啊 加战是有枪线的 而且圈形是往北边走了一点 Pero这个地方是不在圈了 这个地方能盲扎的区域不多了 也扎不了 扎不进去 看Pero感觉打哪一边都很吃亏啊 他很想找一边劝诈 然后多拿点淘汰分 因为现在还没怎么开枪 但是真的没有给他机会 XCG也是在这场当中也是去枫叶树这个坑吗 他说我哪都不去 应该是这个坑了 应该是这个坑了 之前DT独狼所踩的这个点 假车阵 赶紧封烟 你怕可以 这波暂时啊 有人想过来扔雷 他跑的半途就已经被 你看他雷都掏出来了 是 坦克有点上头 另外一边北部已经打起来了 南部还不打吗 但是这一瞬间 央央央跟小海的一波双人配合 所以将GFI的分数给拿下 是 不过GFI本身人也不多 拔掉但是 飞机的架枪还是比较准的 有点Jackie放到了黄一鸣 直接要顶 加油站的人还不顶出来吗 啊 场上全是混战 好 配合人不多了 我左子萱 是 他原地留了一个 然后冲过来进点 其实只有小左 小左这波 现在是一人顶一队 CRAZY 112达到五个淘汰 过来开一路路 成功把下AD这个点 九个淘汰 而且把这个点站住之后 还可以给头顶上的 在争夺小左这个分数 太难了 就在底波混一枪 最后还是被马卡巴卡混掉 是的 3打4 从手感上来说 天梅可能会更好一点 而且也可以震一下 我没想到 他捏的这一下 就是非常的精准 是的 一个空爆来大海去洗内 这一波打了两个 要冲了 直接补掉 三打要顶了 天梅 三颗雷直接把ACG的机给 今年一直在引诱 慢慢摸 打掉一个还有机会 但是CRAZY 要反应太快了 我就说小眼聚光嘛 这个反应还是可以的 好吧 真是CRAZY 直接翻到加油站那一波 好像没什么机会了 只剩FROGAN一个人 还有雷 天梅要迎来今天自己的第一击